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确实是让外界觉得有点百思不得其解的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中共在过去12月的时候 是有发射了多枚的运载火箭搭载卫星的发射任务 包括是从他们中国境内的各个卫星的发射中心 也是来执行这相关的运载火箭的搭载卫星任务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这段时间当中 中共也是有空票气球来飞越过台湾的 而且国防部也是把这个当作是一个戒选的灰色地带冲突的行为 那就在现在刚刚我们收到了国防部表示呢 在今天1月9号下午3点03分的时候呢 中共是与四川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执行某型运载火箭搭载卫星发射的任务 该火箭飞行路径经过过西南空域上空 高度位于大气层外 而国军呢是运用联合情间争系统 周密的掌握这相关的情况 也是有周密掌握弹道动态轨迹等资讯 也是切警戒跟应处 如果呢这个新闻稿的这个说法呢 是跟之前12月的时候也是有提到的 这相关的一些运载任务的这个情况呢 这样子看起来目前看起来这个是一个 呃卫星是感觉是在我们的大气层上空的 但是为什么会触发这个国家级警报呢 恐怕接下来国军就是要来对外来说明了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呢 在这个呃中国大陆的央视相关的一个最新的讯息呢 中国的央视他们是有提到呢 他们成功发射了爱因斯坦探证卫星 在北京时间2024年1月9号的下午3点03分 在西川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禀运载火箭 成功将爱因斯坦探证卫星发射升空 而卫星呢顺利进入了预定的轨道 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而此次呢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506次飞行 不过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哦 那为什么这个只是一个目前看起来是 例行性的这个运载的任务呢 为何会触发国家级的防空警报 就像刚刚提到了 确实呢现在中华民国国防部也要对外来说明了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相关的发射的这个国家级警报呢 我们所获得的这个警报呢 其实不只是一次哦 那有些人是连续收到三次 像我自己呢就至少收到至少两次以上哦 那目前国防部还没有对外来说明 为何有这样子的一个行径 只是确实呢 现在是可以确认的 就是呢有侦测到了 对岸呢是有发射这个运载火箭 将这个卫星呢都来 都已经发射到上空了 那像我们刚刚提到在12月份的时候呢 中国大陆呢至少有执行这相关的任务 至少三到四次以上哦 那为何会特别再选择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 就这相关的入任务以及侦测这相关的卫星呢 来进行这个国家级警报恐怕 接下来都是军方要对外来掌握的 重新来帮大家稍微整理一次哦 在今天下午的三点零四分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的手机 有没有收到这个国家级的警报 是有来指出说呢 中共这里呢是有侦测 我们有侦测到中国所发射的卫星 有飞越过南部的上空哦 但是呢第一时间也是让外界觉得相当的意外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上哦 虽然上面呢是写着是有侦测到对岸的卫星 但是在英文的部分呢 却是写了Missile fly over Taiwan 那Missile是飞弹的意思哦 所以确实或许也是让有些人觉得觉得非常的奇怪 那接下来当然也是要由记者们以及媒体来去询问国防部 为何会选择这个时间点来发送这样子的国家级警报 以上是为你掌握的这些资讯 好我们非常感谢婷婷带来这些分析的资讯 那确实呢究竟为何在大陆方面被认为是例行性的卫星发射 会触发我们的国家级警报 甚至呢在英文方面还有一些错误 如果稍后国防部有任何最新的回应 我们会继续的带您来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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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